《大乘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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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大乘心事》 開始接聽你的電話 我們電話線上第一位朋友是阿姨 阿姨,晚上好 是,成功好 是,怎麼樣阿姨 是,呃 有些工作上有問題 想問一下你 好啊 是,我是這樣問 做一份份工 是需要晚上做工的 半夜,半夜四點半開工 哦 合一份是廣到一點幾兩點 不過我做這幾天 到一點幾兩點的中午 是 即是凌晨四點幾開工 做到中午一點 一點半 合一份是一點半 OK,OK 不過因為是新工 需要一些時間來 所以或者會遲些 所以我 這個禮拜做幾天 快一開工 到昨天來止 我做到 都是三點最早 做一份工 對此是四點幾五點 嗯嗯嗯 我覺得很累 因為我之前的工 是不需要這樣的 之前 應該說現在都要做一份工 是私人的 什麼工 為什麼要半夜回的 對國外 那就是賣肉類的 賣肉類的 賣,sorry 賣肉類的 哦 所以要 嗯 要早這樣 之後收拾貨 這樣批出去 批貨 送給客人 那些 嗯嗯 嗯 那我就 只要幾天 我感覺比較累 還有 沒有時間給小女哥 我結婚了兩個小女哥 嗯嗯 我就要跟我家人說 不要讓小女哥睡按照 回來和我一起八點十多睡覺 不過我小女哥 試過第一天 如果他八點睡覺 他十點十一點的起床 因為他們的 基本上的時間 只算是十點幾十一點的我睡覺 但是他十點十一點 起床 他開始搞 搞事情 我回不了他 我說我個人要睡覺 嗯 所以 就想問一下 嗯 因為我今天 我這幾天太辛苦了 我就挖出病了 我就跟我遲頭說 四點點的時候 我打給我遲頭 我說所以 我今天來不了倉公 我就跟他說 什麼什麼小事小事 他你好好休息 但是到一點多下午的時候 他叫我去他的店 他就 他就 要介紹一個 另一個人 和我 吃一下 嗯嗯嗯 所以他 他多一會兒就開始問我 你其實知不知道 你這樣 現在沒有來 是 做成幾大的後果 有什麼 有什麼 嗯 整個他們的流程 會很 很黏 其實我老闆是認識的 或者是沒有這麼熟 但是我今天真的病了 這樣 其實你基本上是批發肉類 給那些餐廳 平行去 所以是 可能接近新年都還要做的 是嗎 嗯 新年一兩天 初二 嗯嗯 嗯 你的問題就是 應不應該繼續這份工 是嗎 因為其實 我今天 他這樣講開之後 我又講 或者是真的不適合這份工 嗯 那到最後我也是 問是 那如果我真的很想繼續這份工 可以嗎 他就說 嗯 因為我下個星期 我要請假我 我要請假我 我說我是外負人 所以我一定要回去 喂 為什麼你會問我這個問題 我反而好奇 問你為什麼要不要繼續這份工 因為我 我本身是 之前是 私人的工 之前 或者是 什麼 私人的工 是 比較私人的 這份工 是比較私人的 不是不是不是 之前那份工 OK 收入不是那麼好 意思是說 收入又 最高最高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外面這麼多份工 如果你覺得這份工不適合你的 為什麼不找其他工呢 因為 因為 這裏 佛仔 佛仔 外面的工 如果是 卡 都是 一千多 五千多 五千多 嗯 我現在做了 這份工 我可以到 最高四五千 是看自己的 完全是 commission based 是沒有 嗯 即是這份工的人工高很多 這份工 有 二千八 二千八 加上commission 可能去到三四千 沒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就是你說那個 三四千 因為你的電話 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嗎 你用hand free 不是 不是 可能你靠近 嘴巴 OK 嗯 其實 因為這個是 顛倒的工作 和我們人的時間 是真的有顛倒的 嗯 嗯 嗯 不過 你這個 嗯 你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 早上那段照顧不了 小朋友 是 平時是 我想他們去 上課 上課 放學 然後我還可以陪到 他們 睡下教會 衝浪 那些我可以 因為平時的時間 很自由 都是 嗯 嗯 幾大呀 小朋友 六歲和五歲 嗯 嗯 嗯 我想問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skip了這份工 你覺得很難找回 二千八的一份工 在你的佛仔 是 嗯 那你的家 你和你的丈夫 是很等錢勢的 很懵懵緊的 兩個人的收入加起來 還不可以 因為 因為 他有一個fix的工資 沒有的就 嗯 你現在還沒fix 現在就fix 現在如果是 繼續做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找另外一份 譬如說 是二千塊 少於八百塊的 在家裡維持 OK嗎 還是比較難一點 嗯 嗯 這樣就沒變了 因為這個答案是 你告訴我 總之你一定要找到 那份工 是二千八左右 嗯 正會可以生存得 比較好 嗯 我又 竟然 我是有一份 freelance 就是現在的工 所以我沒有放棄 我還是這樣做 當是part time 這樣做 但你就是說 freelance的工 是 哦 你的意思就是fix 這份工 再加上freelancing 夠你花 不是 之前freelance 那份工 都夠 但是因為收入 不是很穩定 所以很想找一份 比較fix的 你的freelance 是freelance 什麼 嗯 飲品 賣東西 嗯 嗯 是靠commission 基於 最高薪水 可以去到 五千 最低最低 會跌到千幾 五千 只要你說 五千 是五千 不過是三千多 四千 但是你那份工 需要不需要在晚上的 都是 不需要 哦 不需要 時間自浴 嗯 那你問我 我寧願選freelance 那份 嗯 不過 是因為freelance 所以 可以做的 但是星期不用做 哦 星期不用做 但是翌日 如果生意好起來 星期都是做 不過一個星期 都會休一天 嗯 嗯 那聽起來 如果是說生活上 比較舒服 是freelance 那份工作 是是 舒服很多 但是 因為是慢 我們要面對 公眾 所以 一時會 或者要 放下專業 少少 學習 哦 是不是直銷 那份工 不是直銷 不是直銷 哦 OK 是這樣的 嗯 是的 嗯 所以 其實 因為 假期啊 還有星期都會 很多人問 所以 都會想到做工 如果沒有做 就會想到 也是會少開始 是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在一個月裡面的 前面三個月 前面三個星期 星期六星期日 都做得很不錯 那個時候 那你可以忍得住 哦 都不錯了 我想都有三千幾四千 哎呀這個星期放自己假 都可以的 是 我也有想過 不過 不知道就是 或者經常想到外錢 很想給家裡多些錢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嗯 嗯 其實還有一件事 你一定要給家裡多些錢 這個觀念 可能你要調一調它 哦 嗯 你所謂的給家裡多些錢 是家裡需要多些錢 是真的很需要錢 還是你自己想給它多些 它其實可以不需要那麼多 這個房子 這個家 我想給它好一點的生活 好一點 是甚麼 定義是甚麼 好一點會不會倒轉來可能寵懷 或者是它們是不是真的這樣的需要 它可以是不需要 不過你只是想給它們開心一點 用金錢來援取某些的物質 感覺上給它們開心一點 好一點舒服一點 但那種舒服 是不是真的舒服很多呢 我們往往有很多的迷思 洗錢 哎呀我要找多些回家 找多些回家 你說找多些套起來 我還可以接受 用多些來給家 不知道 那它買東西可以買好些 吃東西可以吃好些 是嗎 所以吃好些的定義是甚麼呢 那碗麵一樣是麵 去到好些的餐廳 那碗麵就加多三五元 嗯 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都沒有亂那麼花錢 所以 所以兩邊 兩邊落手 一 就是努力 找多些錢 操起來 二就是我想給家好些 多些 你 除非它是真的好不夠 吃都有問題 買書 讀書 給學費都有問題 那是啦 那麼辛苦些 要找多些 但是如果是 其實是足夠的 就是盡量想找多些的話 那 都應該努力 不過適當的時候 又要給自己休息一下 給自己休息一下 給自己休一些時間 這樣啦 嗯 不只是陪子女 還要陪老公 要不然你逢八個星期做 老公就擺一到八五 跟著大家 好像放假都撞不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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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 禮拜 我去休息 但是我禮拜就是要做 嗯 倒轉來可能要珍惜 晚上的時間 或者傍晚的時間 嗯 其實如果 她老公 下班 準時回來的話 每晚都還有很好的相處時間 是不是 嗯 那個時間 或者是 六七點鐘就出了去 出了去 七八點鐘 你呀 嗯 嗯 嗯 好咯 好咯 所以你基本上要問的就是 究竟要做那份 freelance 還是做這個四點到 下午一兩點的工作 嗯 是吧 嗯 我這樣看 很個人的 如果我個人 我會選 freelance 那份 因為她有少少像自己經營自己的生意仔 是 你努力你就多些 那時間 對於一個家庭主婦 有小朋友要照顧的話 又比較適當 嗯 生活輕鬆些 嗯 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後面皮 你所說的那樣東西 嗯 訓練一下自己多些就OK的了 嗯 我OK的 因為我做了幾年 不怕 因為我為了錢 哦 但是我很怕 我很怕 我很怕 我的小孩 會有 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傻的 你 賣東西是一份正當職業 你還要很 proud地跟你說 媽媽是賣飲品的 沒事的 有什麼 有什麼很羞恥的 麻煩 你不要有這種心態 你有這種心態 你講給你的子女聽的時候 又閃閃縮縮縮 你的子女呢 基本上覺得賣飲品沒事的 但是看你的表情呢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很羞恥的工作 他就 同樣地感覺到羞恥 他們沒有感覺的 他的感覺是來自你的 嗯 他這麼小的時候懂什麼 如果你跟他說 賣飲品是沒事的 他就一直沒有東西沒有東西 到他十二歲 十五歲 他都覺得沒有東西 賣飲品有什麼 很多人的 爸媽是做小販 要做小販很麻煩嗎 不要說 但是如果他一直都覺得 沒有東西沒有東西 他就叫人家 我爸做小販的 這樣 做小販 賺很多錢的 我打工都沒有那麼多 我羨慕你爸 不要搞笑 我聽過人家 埋油炸鬼 一個月收入十幾千 我也有聽過 賣粉二十幾千 哦 你說很辛苦 辛苦 但是又二十幾千 你好舒服地坐在辦公室有多少錢 你最高峰去到五千多 很多坐在辦公室都沒有五千多 是嗎 阿姐 嗯 嗯 我覺得重點就是 那份工是合法 對得著良心 沒有 沒有 沒有騙 OK啊 嗯 嗯 好嗎 嗯 好 我覺得 為小朋友著想 轉變 是對的 是好的 因為始終 小朋友成長的過程 真的需要多些父母的關注 那份工作 你說有時候低低到千多 高到五千多 其實你看回 有時候不要看每個月 看年總收入 你譬如說這個二千八來講 當它齊頭三千 一年就是三十六千 那你要看回你那個freelance 是不是一年都可以去到三十六千左右 而不要只看每個月 那樣的意思就是 當你五千多 你就懂得拼低拼低 將一個 extra的一個兩千 存起來 stand by 你那個月 只有千多元的時候 就要拿那兩千多元來貼 嗯 好嗎 阿基 加油 謝謝你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真是恭喜你發財 希望你 多些錢 謝謝你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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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事要跟我陳鋒聊 那就約定你每個星期五 買準時call in給我吧 好 908大乘心事電話線上 我們有黃小… 黃小姐 是 是不是 黃小姐你好 你好 上次就說到… 咦 你這次是第三次打電話來 這次應該是第… 是嗎 不知道第三還是第四次 不記得 因為你是說 你原本跟你的男朋友OK的 住在一起了 跟著他媽媽就 下來了 是 跟著他就幫著他媽媽說話 是的 那就不扔不掉 好像分手就分手 好了我應該最後跟你說的 是否應該要拿到 最後一次是說到… 我要跟他作一個尿段的 嗯… 嗯… 我就想著是… 原本是… 可以作出一個尿段的 但… 怎知道 當晚 即是當晚 我call了給你 我其實 那晚是約了去見面的 嗯… 因為約了去見面 是… 因為我還有些東西還沒有拿回來的 我需要拿回我的東西 所以就… 去… 去… 去…去… 去…去到去見面 我們有聊天 嗯… 所以我們聊的時候呢 我發覺 呃… 他對我其實是還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 呃… 我講到… 就是我… 我… 我是哭著跟他說的 嗯… 我哭著跟他說的時候呢 他… 是跟著我流眼水的 嗯… 而且… 那個是第一次 嗯… 都…我們陸續還有… 啊… 見面是第一次 即是第一次聊見面咯 都陸續還有兩次呢 我們是WhatsApp review call 嗯… review call是看到樣子的嘛 嗯… 都…呃… 也都是… 我每一次都是哭著跟他聊 都… 他都會流眼水 他… 他…他給我的答案就是 嗯… 我的心是… 是… 但是… 我們不可以在一起 嗯… 為什麼… 沒有給答案 呃… 他沒有給答案 但是原因就是…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家人啦 這個已經知道了啦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呢 我覺得… 是我的問題啦 是我令到他… 即是…或者我給了他壓力 他覺得… 我對他… 我給了他壓力 所以… 嗯… 令到他想放棄啦 嗯… 嗯… 所以… 其實… 事情到了現在呢 原本是講到… 其實他一開始都是跟我說 啊… 我們暫時… 分開… 冷靜一下… 跟著到過了年 我們才會再談的 就是過了這個… 現在來的農曆新年 嗯… 我們再談 嗯… 嗯… 這一段時間… 期間呢… 我… 是我去主動找他比較多 嗯… I mean 找他… 是… 我主動去… Whatsapp 他呀… 或者… 我call他呀… 之類 嗯… 他都有call我 不過是… 比較少… 嗯… 比較少… 所以… 我… 我現在… 怎麼說呢 我現在很亂啦 我不知道… 呃… 我捉摸不到他想什麼 應該是說 嗯… 我捉摸不到他想什麼 因為… 很多時候在Whatsapp裡 因為我是主動去找他 和我是… 啊… 主動去… 啊… 跟他講… 就是我想講的東西 我是主動去跟他講 所以很多時候 他是知道我想什麼 因為我主動跟他講了 我… 我想講的東西嘛 嗯… 但是… 他呢… 就… 有時候就… 看了之後 他就沒有回覆我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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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現在是… 其實我很心煩 我覺得… 很心煩 痚… 你… 你… tip 他沒有抗拒到完全不接我的電話 有時候他不方便或者他在滅亂中 我會Whatsapp他 我先Whatsapp他 你現在方便嗎 或者我打給你 所以他會回答我 現在我在滅亂中 或者遲些我會叫你 所以他真的有叫我 所以我 我不知道 我現在心很亂 我很需要人給我的意見 我應該要怎樣做 你有期望 你亂是因為你有期望 其實我的朋友是給我答案 包括我家人 都是全部叫我放 但是 但是 我不放的原因是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 我其實是 有拍過幾次 我本身也有離過婚 所以 即是在我的男朋友 和我的前部 你有小朋友之前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 在那麽多個裏面 屬於他是最優秀的那一隻 嗯 所以 可以說是 為什麽他會面對你有壓力 可能是 因為他媽媽反對我們 所以 那時候 我又 不體諒他 我經常跟他吵 嗯 嗯 除了這個 平時呢 他媽媽還沒介入的時候 你覺得你跟他相說 沒有壓力 其實我們很好的 我們沒有壓力的 很好的 他都很愛我的 坦白說 他對我很好 嗯 嗯 OK 唉 我現在都不知道應該怎麽做 我過這個年過得很慘 我很想快些過了一年 我很想快些知道答案 但是 他現在的表 怎麼說呢 他現在 我覺得他現在在觀察著我 他現在所做的事 他也是在觀察著我 其實我是有錯 我自己也有錯了 坦白說 我錯是因為 他之前覺得我不知足 例如 打個比喻 打個比喻 而已 例如好像他說 啊 OK 啊 他叫我不要上班 打個比喻 他叫我不要上班 所以 他跟我說 你不上班 我每個月 給你三千扣 入賣EBF給你 作書入賣給你 都是 是我自己 其實我不是不知足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我想儲多些錢 所以 其實他給我三千扣 我現在做的薪水都是 不到三千了 不到三千了 就是不到三千了 就是他給我的 他只不過都是多幾個水 但是 我是覺得 我想儲多些錢 我想儲多些錢 嗯 所以我就跟他說 啊 我就不肯 我就跟他說 但是這件事 他是口頭說的 他是一次都沒有給過我的 嗯 嗯 所以我就跟他說 不行 我要五千 這樣說 因為其實 他一個月是五個數字的 他的薪水 嗯 但是他很多東西 很多扣免 嗯 嗯 所以 他就跟我說 我根本都沒有這麼多 我只可以 我的能力範圍 只可以給你三千 但是你每天都要我 五千 就是打個比喻 這樣 所以他會覺得我 不知足 但是 我有跟他道歉 我承認這件事 是我不對 嗯 我跟他說我會改過 嗯 我答應了他 我會改 我真是 你會改什麽 你說你會改改什麽呢 你針對那個case 我不會再要求這件事 就是我不會再跟他要求任何東西 就是你要給我的 我拿 但是你不給我 我就不會再跟你要求這些 要求那些這樣 嗯 嗯 OK 還有他 他會覺得 我曾經也有要求過他 嗯 也都是因爲我想存錢 因爲我賺不多 所以我是覺得 你給我那三千多個幾個稅 那你沒有另外再再給我 就是這樣說 你給我那三千 那跟我上班有什麽分別 是多幾個稅 我都是 存不得多 所以我不肯 所以我也有要求過他 就是說 每個月 每個月 給我 就是說我有四個戶口 你每一個戶口 給我一百戶 都是四百戶 那麽多 但是這件事都是講的 都是未做過的 但是他 就是 不喜歡 他覺得 你都未嫁給我 你就 那麽多要求 那麽樣 到這些事我都不會再跟他要求 就是你要給 我就拿 你不給 我就算 那麽我想問你 當初你爲什麽會有這麽要求 你心裡想什麽 我心裡想想 我想存錢 我真的想存錢 那麽你存錢 那麽你存錢 就由三千元那裏 減低一點的開銷來存 那個感覺就是 如果我真的和你兩夫妻 是 那麽算的嗎 原來是月 是 所以我錯了 風哥 我錯了 當然 我當然不止這件事 我知道 是 其實是我錯了 其實 我們的感情不是用錢來衡量 我現在知道了 但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太遲 因為 有很多事情 現在我開始才必須要給你了解的 OK 人 人是沒有辦法 一定會有他的立場 OK 從小到大 在我們商業社會裏面都教我們 應該有自己的立場 但是 往往 全世界 打仗也好 吵架也好 打架也好 我提控你也好 都是因爲大家的立場 這個立場真是很 很麻煩 當你沒有你的立場 那你做人就好像 咦 沒有立場的你 你知道什麼 但是 是不是好還是壞 這個暫時另當別論 但是當你好有你自己的立場的時候 他又好有他的立場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來了 我 我認為 錢 其實是 可能是佔十 十巴仙 一塊仔 我反而覺得是整體上 平時的生活 很多時候 你很堅持你自己的立場 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都很堅持你自己的立場 他覺得你沒有站在我的立場想想 而且有時候你站的立場 站得很硬 放也不放 我會認為 我會認為 他會覺得 你堅持你的立場沒有問題 但是大佬 給一些合理的原因可以 有時候你會為了堅持 而堅持 可能的原因不足 我是要這樣而已 我不理我 我是要這樣而已 你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是有跟他說 不行 可以這樣 但是這件事是 不只是這些 我覺得不只是這些 比如說生活上有時候 其他的事情都可能是 其他的事情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她是 之前的我 因為我有來過婚 所以她會覺得我 這件事都是我不對 因為我受過傷的女人 所以她會覺得 她會覺得 你沒有結婚 你就想離婚 所以她會不喜歡 所以她會不喜歡 如果她死了心 我沒有話可說 例如她有了第二個 已經對我沒有心了 我沒有辦法了 我做不到什麼 但是我感覺到 她對我還有那個心在 所以 我想去還留 可以 我想還舊 但是我不知道 你還舊之前 你要 OK 我要改變我自己 我知道 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很多道理 我首先恭喜你 你其實正說 講了很多 你覺得你不對 你錯的東西 我覺得是good 好 經過這次之後 你成長了 是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 是需要 懂得包容 懂得遷就 也懂得認錯 和道歉 錯了就要認 我的人是這樣的 我錯了 我要贏 的確是我錯 OK 不是因為 OK 你說 首先 我只是說 立場 你要記得 你 這個先 不是說 你和她的相處 我先講 你平時生活上 當你那個立場 錯誤運用的時候 他很大問題的 不行 一定要這樣 但是 旺旺就是 當你堅持了你的立場 贏了之後 就是對方 沒有了他的立場 對方輸了 你贏了 贏了的感覺 是怎樣呢 或者你給對方 贏的感覺 又是怎樣呢 這個不是說 你老公仔 或者男朋友 是說任何人 第一 第二就是 正說 以前 這個 我們就是講 你的生活 比以前影響了 正常 聽起來 你過分 因此你有陰影 有些負面能量 對 但是 我可憐你 我同情你 我就是拜你 你這樣的原因 這樣的藉口 但是 不代表著 我又要跟你 承受你 那個負能量 所以 將以前的 過往的事情 帶到你今天 來生活 你基本上 你基本上是用著 以前過往的一些事件 擺到你的心情裏面 跟著 又心 影響著你的行為 影響著你 說話 影響著你的態度 是不值得的嗎 因為每個男人 是不同 不能夠說 每個男人都一樣 是 他都有反駁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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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的 我不會 我不是 他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是 跟以前那些 一樣的 同語不同 都跟你的責任 跟你自己 很有關係的 萬一它是 so what 你選擇的嗎 這個男人 也是你選擇的 到它發生的時候 譬如說 有問題 跟著跟你離婚 跟著你說 你看又再發生 你看男人都是這樣的 不是 關鍵點就是 為何逢男人跟你在一起 之後都離婚 是你的問題 還是那些男人問題 為何人家不離婚 偏偏是你 兩三人都離婚 那就看真些了 可能是你的問題 哈哈 所以就不要賴那些男人 如果你懂得 下下將所有東西 都回到你自己先 記得 回到你自己先 就好像剛才 你一開始跟我說 是我的問題了 是我的錯 好好啊 good 因為所有東西 一定是第一步 不是檢討別人 是檢討你自己 看看究竟你內在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 導致你有那個恐懼 離婚 如果你時時有恐懼 離婚的話 我跟你說 通常到最後都是離婚的 為甚麼 你天天都在想離婚 恐懼 擔憂 行為上所有事情 無論做的事情 說的話 無意中的話 是不是要離婚 萬一離婚又怎樣 聽得多了 你的外人都會 受不了 你不斷地傳達離婚的訊息給我 到最後 他就會心想事成 當你的心天天打算 我不打算離婚 我會很愛對方 永遠這輩子 我都打算不離婚 那除非對方的心 是一直打算 有可能會離婚的一天 那是 是會製造成離婚 如果他的心都沒有想著 你們的心都沒有想著的話 行為相處 對話 是不會有離婚的成分在裏面的 細細微微的小小事情 總的來說 我今天想跟你說 你所有的行為思想 就是由你的心開始 你有怎樣的想法 有怎樣的感受 去直接反映在你的每日行為上 一些行為很細微的事情 但是細微的事情 如果你跟老公相處的話 是天天的 分分秒秒 那些累積就會滾滾滾滾滾 哪怕只是一粒米那麼細 三五年十年之後 它就會撈到好像一粒雪球那麼大 當你明白了這件事情 它就會由你的內心開始發出來 任何人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要把焦點 只是擺在你的男朋友 或者前男友的身上 擺在所有人類的身上 總之我相處的人 我就要包容 體諒 明白 協助 愛 你就變了 你整個人變了 你不單止你變 你身邊的朋友都變 因為你的改變 會影響身邊的人跟著變 那包括了他 包括了他 都會因為你 他都會改變 跟著變成怎樣呢 他會不會因此而對你零眼相看呢 那我就給你第二個 不要抱期望 其實我建議跟他說 好啦 我們暫時叫做分手 但是我保持著現在的相處 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沒有要求 沒有期望 你不介意 我有空叫你 有空約你吃飯 有空跟你訊息一下 他是跟我說 暫時 分開 冷靜一下 跟著 他還是當我是朋友 他有空 會約我看電影吃飯 他有這樣說 就這樣 我贊成 我贊成 因為這些東西 你強求的結果 我跟你說 如果你真的很強求 用強求這兩個字聽清楚 你的心是強求 你的心態是想要 因為你想要 你的改變不是真誠的 不是真實的 是短暫的 因為你有目的性地去改變你自己 明白這個道理 當他目的性地去改變你自己 你就不是真的改變 對他是這樣 你回頭對身邊其他人 不會是這樣 因為你一對到他 為了有一個目的 你的心態思想就會調整一點點 去變成另外一個人去對他 但是回去 對同時對其他人 可能你不自覺地 又回去 很自動化的系統 人類 對 但是 如果你要真改變 變成一個 完全是另一個層次的人 的話 你是調整 對人 公平 一致性 那 他感覺到你是真改變 而你這個改變 是告訴自己 那個目的性不是對他 那個目的性是對你自己 我要是時候改變我自己 我目的是 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更高層次的人 那個層次不是說 我要 變得找八千十千那個層次 我要高級的 不是啊 是你的人品 各樣 我贊成 你暫時跟他做回朋友 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你沒有了壓力 你沒有了目的 你沒有了要求 就好像你說 我等過年 我等快些過了年 我知道他的答案 你看看多辛苦 有要求的人 有強烈要求 是一個很辛苦的感覺 又不要說 人不應該有要求 這樣又不行 我自己也有些要求 我應該要怎樣做好 那些合理 但是 當你是向外去要求的話 我想要 天天走過 都看到那個名牌包包 我很想要那個名牌包包 我存錢 我想著 有一天一定要擁有它 其實那個是辛苦的 那個強烈要求是辛苦的 當我們有一天明白到 我們不強烈要求 的時候 啊 人們放鬆了 而你的不開心 不是對方給你的 是你自己給自己 那 那 風哥你的意思就是 你贊成我 現在暫時和他做朋友 做朋友這段時間 我就去 改變 我應該改變 嗯 修 我們說修行 其實很多人聽到修行 是等於入山洞 什麼 修正 修正行為 因為 我有打坐 我自己也有打坐 好啊 因為 我用這個字眼 我不是說打坐那些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說修正行為 嗯 修行修正行為 修正行為 是每分每秒每刻的東西 但是我還未放得低去 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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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輕輕地放低 哈哈哈哈 你沒有放棄 但是你不要強求 你沒有放棄的意思就是說 順其自然 因為你不想 強烈又目的性地 爭取了 我以前可能會教大家去爭取 但是今天我不會教大家去爭取 嗯 就是 對不起 也不是說不會爭取 只是 不要在這個不適當的時候去爭取 你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最好就是 倒轉來讓他懂得欣賞你 是 他覺得很想要你 你要讓他覺得他真的 覺得 大家 好夾喔 真的很想要你 你也要問你自己 你 女人和男人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女人當他想要的時候 他是盲目地要 但是你 我希望你不是 我也覺得你不是 有很多人就是 我愛他 但是是壞男人來的 我之後又出軌 又找其他女人 又打我又罵我 但是我還有愛他 為什麼 不知道 愛咯 女人往往有這樣的心態 我不會 是 你不會 所以 我不會 如果他是不好的話 我不會這樣 真的 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 有錯在先 而 我想回頭 我跟他相處那段時間 他的確是沒有黑薄 沒有代薄過我 老實講 所以 我很後悔 現在我真的很後悔 不要後悔 沒有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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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爭取 遲些 給大家一些時間 是啊 是啊 但是 我又很害怕啊 鋒哥 我很害怕 我一這樣暫時給大家一些時間 是不是 一丟下了是不是 我怕他真的把我丟下了 沒有啊 你有一直跟他聯絡嗎 我是有一直跟他聯絡 是 但是 是我先做主動 現在 就是我 我有時Whatsapp Whatsapp 他 你吃了飯沒有 在哪 這樣 就是 知道他要開車 過飯 你小心開車 這樣 是我主動 但是 他就 好笑 除非我要求他 你方便沒有 你突然找回我覺得沒有 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想建議 是不需要那麽頻密地去 不斷地 每天都聯絡 每天都dex他 不需要每天 嗯 不需要每天 嗯 反而保持著每個星期 有機會見面一次就可以了 沒有 現在過年是沒有 因為是沒有機會見面的 因為 其實他是講了冷靜 嗯 就是我覺得 這個新年 他都不會來找我 嗯 我更加沒有可能去 過完年 過完年之後 嗯 嗯 他的心不想 你強求的話 我怕有反彈 嗯 嗯 那當然你補留一句就是 OK 我暫時冷靜一下 你都可以把這句話 告訴他 我也是很期望 再和你們在一起 跟著 不過不要緊 這些是要雙方的 那我們順其自然 嗯 嗯 嗯 但是 又很奇怪 風光 他弄到我 很 很 他究竟心想什麼 因為他之前 不斷的 不斷地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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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因為我 因為現在我想還舊 我想還留 所以變了 是不是 我就 我承認 我有叫他 我有叫他 然後 但是他 他沒有覺得我煩 他是沒有覺得我煩 但是 我 我就問他 為什麼 你要這樣 你可不可以給我 或者怎麼樣 之類的 這些事情 都是不是 他就不斷地 吵我 每次我 我求他的時候 他就吵我 怎麼吵我呢 哎呀 放手啦 我們 和平分手啦 我們暫時冷靜啦 什麼什麼 所以 因為 學你話頭 我強求 所以變了 我聽到這些說話 我會有 情緒的反應 我會 有些激動 所以 那天 因為說真的 我家裡又發生了些事 最近 我媽媽又入院了 所以變了 我在醫院長了我媽媽 十萬前才出院 所以變了 你知道的啦 一個人 在醫院 那些地方 又沒有夠好睡 情緒 一定是暴躁的啦 對不對 再加上他又這樣 哇 我真的很辛苦 我跟你說 跟著 他又說這樣的說話 給我聽 那天我真是受不了 我爆發了 有一天 我不是怎樣爆發 我受不了 我直接跟他說 哦 可以啦 既然 那天我就 review call 我就問他 我看著他 我就問他 越快啦 你是不是真的 要放下我 我問他 嗯 然後 你是不是 以後都不想見到我 是不是不想聽到我 不想再跟我說話 我只是問他這三個問題 是答了我三個問題 我 沒有說以後都不想見到你 我也沒有說以後都不想跟你說話 是 要放下你而已 就是這樣 OK 我就立刻 可以啦 你這樣說就行了 我就蓋了他的電話 蓋了他的電話 蓋了他的電話 還沒蓋之前 我還說他 我說你之前跟我說 你對我是認真的 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 我說 一點都不覺得 我說 然後他就開始流眼淚了 又流眼淚了 你知道沒有 第二次 就跟我說你覺得我不認真就不認真 當我是壞人 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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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蓋了他的電話 你知道嗎 我又蓋了他的電話 OK 我就沒有理氣 然後 我就訊號他 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很狀況 因為你講了這麼多次 我已經 我已經很欺負了 所以我就訊號他 我跟他說 我的東西還有留在你那裡 麻煩你留給我 然後 以後 我們就各不相干 我寫了這段 因為我半夜寫給電話 他聽早上八點鐘 那天我最記得是拜六夜晚 星期早上八點鐘 你知道我在醫院 我是沒有夠好睡的 所以我已經醒了 所以八點鐘他就叫我 Vidio叫我 然後我就聽 我看他做什麼 我一聽他就問我 你又發什麼神經 我說沒有啊 我有發神經嗎 你自己說你要放下我 我說 那我就承你貴言 我說 你 說回應該說的東西 我說 我沒有發神經嗎 快點快點 然後 OK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 講了一大堆的東西 我就講 真的快點 快到吸了電話 啊 OK 不小心 蓋了電話 總之你講 我 我都是說回一句話 就是 大家就這樣保持 好 答應他 說分手 答應他 說分手 你冷靜一下 應該答應他 我們冷靜一下 跟著自己放鬆 若無其事地跟他相處 好像普通朋友 我會覺得這個是 比較理想的一個方法 有心事要跟我陳鋒聊 那就約定你每個星期五 一準時打電話給我 大乘心事 大乘心事 好了 大乘心事 正說聽了阿娟姐所說的 這個開工好日子 希望大家 相信的話 就可以跟一下 沒有理由這麼快 祝大家開工大吉 應該是大家 收工大吉 跟著好過年 這個時候 我們有黃小姐在電話線上 另外有黃小姐 嗨 你好 你好 嗯 你說你離開了你的丈夫十幾年 她離開還是你離開 我離開她 OK 是離婚了沒有 我跟她離開婚的了 嗯 你提出離婚的 是 因為我有四個女兒 啊? 你提出離婚因為你有四個女兒 不是吧 是啊 因為我不愛她 是嗎? 因為你長得滿身 你這麼高興來教我 我怎樣 陳鋒你教我 她欠錢 因為這個你犯 那個你犯 嗯 跟著? 只有十幾年了 都十幾年了 現在又想聯絡我 沒有可能的事了 嗯 有沒有 因為我幾個女兒 我自己一早一早養大 跟著? 又想好不好 不是 她聯絡你是想要什麼 她想聯絡回我 我想 我不愛 她想聯絡回你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 只是有聯絡 可能她就是想見一下女兒 是嗎 還是什麼 沒有聯絡 她 她都沒有 我都不愛聽 嗯 嗯 你不聽 你怎麼知道 什麼事呢? 或者她在外 或者她現在 突然間手上有幾百萬 想回一百萬給你 沒有可能的事 因為她有聯絡過你 嗯 嗯 那要回來 你要怎樣做呢? 你問我 嗯 我會不同的 我會 我會 聯絡她 她聯絡我 那我就聊聊天 愛見面不見面 看看她 看看她究竟想怎樣 我已經死了一條心 死了一條心 和見她是兩回事 我 也都 死了一條心不代表著 不可以見對方 也都不會聯絡我 也都不會 如果是 你問我的話 如果我死了一條心的話 我是見她完全沒有感覺 我見面不見 反正我都死了一條心 對她沒有感覺 見到她就好像普通人 這樣而已 你生了十幾個 這個你做那個你做 你煩惱 我自己一把手 抽大過幾個女兒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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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實想問什麼 你今天把電話來 是 其實她想聯絡我 我都不會 我一把電話號碼 一把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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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你問我對不對 是 我就回答你了 你都不接受她答案 嗯 因為她還有爸爸 因為她還有爸爸 有一個爸爸 成九十歲 我又顧買了爸爸 你 你 有 有女兒 還有 她的女兒 什麼都沒有 她的女兒回來 有我爸爸 那我自己 爸爸手做 嗯 你怎麼做呢 你問我什麼 怎麼做 是不是 你不聯絡她 沒有可能 我都不愛了 嗯 你隨便 你拿著 對了 陳豐 我沒什麼問你了 我已經很煩了 你煩了什麼 你都沒見她 都沒什麼煩了 沒什麼煩 因為我 還有一隻 沒有可能 然後她的爸爸又回來 我都說 我說我沒有本事 你最好 去你女兒那裡 然後? 然後她的爸爸又不願意去 還是和你一起住 她和我住了三十年 嗯 你現在開始很討她的爸爸 是討 因為她說 她的女兒 只是自己人 分布是外人 不要說話 不是很正的 嗯 那你有沒有聯絡她的女兒 我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呢 你不聯絡她 叫她們帶走她的爸爸 什麼 我有說過 但是什麼都不可以聽 也都沒有叫你回來進去 都沒有過來看爸爸 也都沒有 哦 直接連來都不來 連來都不來 沒有來 電話都什麼都沒有聯絡 直接沒有見她的爸爸幾多年 沒有見她的爸爸 已經很多年了 嗯 嗯 可能她擔心一來 就要接她回去 所以屬性來都不來 你不可以見她 也好 但是那些都要幾天回來 又會認 對嗎 嗯 對不對 他們完全 十幾年來都沒有寄過錢回來 哦 都不可以 OK 十幾年來都沒有來見過她 沒有見過 自從你的丈夫走了之後 他們都跟著沒有來 是 啊 嗯 很難得啊 嗯 你真是 其實你問我呢 你的口 不斷暗暗暗暗暗暗 但是你心底善良 你心好 我老實說 我不是一個好人來的 我的人好不好的 是啊 怎麼不好的 不好的 我們是壞人 怎麼壞的 說來聽聽 那些女人 認為我自己不好的 宋媽回來吃 我之前 他們的宋媽 我老公的宋媽 還沒離開我 我自己打手做 宋媽一個年回來 就丟了一兩三百元給你 你負擔這條家 你在說你的女兒嗎 我 她的女兒 你的女兒呢 我們女兒也沒有來 宋媽都沒有聯絡了 你的女兒呢 沒有聯絡去了 不是啊 我在說你的 那四個女兒有多大啊 現在 四個女兒很大 考不考順利啊 半公半讀 我問 你問 你問非所答的 考不考順利啊 考不考順利啊 我怕了可以了 那 你問我 既然你撥得電話來 你基本上呢 不是講這件事的 但是 說到你 看看你自己聽還是不聽 OK 嗯嗯嗯 OK 現在我講 不是不是我還沒講 我現在跟你講 看看你聽還是不聽是講到你 開心不開心呢 是由你自己決定的 現在你打來 你跟我聊天 你的語氣 你告訴我 你是很不開心的 那個不開心 是你自己選擇 你選擇不開心 因為所有的事情 已經是在你的掌控之中 你是一個很強的女人 你把所有以前的難關 擺平了 過了 克服了 你問我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你問我 你心地好 但是由於 被丈夫這樣對 被丈夫的家人這樣對 你變得很防衛 很要保護自己 防衛自己 起了槓 講話好 什麼都好 反駁 起槓 對抗 這個是你的生存的方式 和保護自己的方式 你問我 你問我 是時候放下這些心態 不需要了 因為會令你很辛苦 我知道 我也很辛苦 因為我每晚都不能睡 你不需要那麼辛苦 你說不做不做 你說不讓老人家的家工 不讓不讓你都用了三十幾年 你都照顧了三十幾年 你說沒有感覺沒有感覺 我要把他扔走 九十幾歲 你忍受呢 現在我家工有賴屎 有賴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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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你知道到哪裡呢 叫露人院 現在更加沒有女兒 用來帶他 賴屎賴屎 要洗 行動不便 更加沒有人會理你 但是你剩下多久的命 他都露人院 自己什麼都不知道了 你說如果要給他露人院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經濟 是 給些 給些 政府那些 老人家給他 不是怎樣 OK的 OK的 OK 你多些去看他 而已 我去看的是沒有問題 問題是我照顧不到他 是 你年紀大 四個有女孩子 其他的女兒去幫他洗 你看看他們自己怎麼看 方不方便 不方便 絕對 是的 加上你年紀大 你稱上稱落 腰骨會痛 會開始暴力 是的 對 有些可能是便宜些 的 一些 私人的 可能 如果你們還可以 掃一下掃一下 少錢 每個月給到的話 便 便給了 我覺得 你 你看 所以我便不講你 你心底是好的 但是他的口是硬的 你又送他去老人院 你又在這 不知道好不好 甚麼 如果你是狠心的 一早就扔掉他 也不是我爸爸 但是 但是我想你這樣 你反正都在做好心的 那你改一改變你的口 不需要天天在那裡掃 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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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再埋怨他的女兒 算了 我來始終來 不來都罷就 他欠了幾年 你便當是你正在做功德 正在做好心 你的口不掃呢 是比你自己開心一點 現在我告訴你 你要知道 我肯定你 你所做的事是對的 你不需要覺得吃虧 你放心 你不需要覺得吃虧 你在做一件很對的事 好心有好報 放心 不需要理會人家怎麼看 不需要說公不公平 現在你在掙扎著 為甚麼天的不公平 要我啃這件事 為甚麼天的不公平 不需要的了 你最苦的日子 已經熬過了 現在正在埋怨嗎 不需要了 我正說想說的 你聽不聽 我給你的建議 就是 解決甚麼 解決甚麼 解決很多事 因為我自己的家 又不是我的 我又要租女 我一個月頭四百元 那些女兒快要大了 再咬緊牙筋多兩年 她們出去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鬆一點 你的好日子 在後面一定會來 但是我要你做一件事 OK 你記住 我要你做一件事 不要再暗 不要再天天在這兒埋怨 暗 又說回以前的事 又說你老公的姐姐姐妹 又說你老公 十幾宗 那些大陸 過去了 不要再提 這樣會令你自己開心一些 我相信你的女兒 一天你突然間不再提以前的事 我相信你的女兒她們都會開心 都會輕鬆一些 因為很壓力 你時時這樣提 還有 你問我的話 你是不原諒你的丈夫的 我聽你的語氣是不原諒的 但是我勸你原諒他 你想一下 他是有了壞習慣 他控制不了自己那種病態 我不知道是不是賭錢 是不是賭錢 是 現在他出去旁邊 因為也都是賭香港 他賭錢的人的心態都很辛苦 他很討厭自己 他要控制 不要賭 他就改不了 他自己是一種心理病態 他都沒有好日子過 又被阿洞追 又在外面過街老鼠 沒有了親人 沒有了子女 沒有人可以認他 叫我見到他像過街老鼠那樣 你覺得他好受嗎 他都不好受的 我電話沒有了錢 不好意思 好 總之你自己要開心一點的生活 謝謝 不好意思 好 加油 拜拜 有心事要跟我陳鋒聊 那就約定你每個星期五 你買準時電話給我吧 大乘心事 大乘心事來到10時38分 農曆新年前夕的大乘心事 歡迎你 現在進行Facebook Live 如果你都剛好開電腦 上網的話 都可以上來看看大家 say個hi 看看我在做Facebook Live 臉文 crown上的佩佩 佩佩佩 是的 öm 我是想 就是想 就是我其實上星期有叫過你 哦 我們有聊天 有 應該你沒太記憶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很快就吸了 為什麼吸了我的電話啊你 不是 因為那時候我想問你 但是我一下子很緊張 又沒有聞到 所以我們是沒有談到的 有談一下 你的確是有講 那是你要我再講反母其實 你講啊 我自己去另一個州做工 然後那個行業我沒有做過 但是我就去上司做 過了兩個星期 我在那裡做都沒有學到東西 都還很新 過了兩個星期就離開一個新的上司 是啊 我記得 被你抱你 是啊 那時候 我們兩個就讓我去吃東西 去一個公園 那時候已經很晚 我記得 我記得 然後我給了一個勸告 你叫你千萬不要喜歡她 那時候 是 因為有老婆 她是有 但是她是對你好好的 是 我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你跟我說 因為她對我是很照顧 很好 那時候你就說 可能我爛淡 或者怎樣她就會 會對我 怎麼說 會流出去 原形這樣 那時候發生那個事 是過去兩個月的 那兩個月呢 我也 我都 都對她 沒有這麼 怎麼說 沒有這麼 友善 怎麼說 沒有對她這麼好 是嗎 爛一點 因為之前 是相處很融洽的 那就 說笑開很多私事 即是說公事 嗯 但是因為她 我嘗試來的 那 上個禮拜我就 我叫她 因為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做 我又不可以跟人家說 我自己想跟她 好 接著 現在 那我聽你講 就是對她 更加 怎麼說 就是對她冷淡 那 這個星期 我就對她 更加之冷淡 但是她 依然是 嗯 怎麼說 都是會 都是沒有變 就是 有我 怎麼說 有我沒有回應她的事 沒有回應她 她都一直是這樣對我 那 那 一時剩下我們兩個時候 她都有說 又是說 喜歡我啊 就是這樣 我都是沒有回應她 問題是現在 因為她是我上司 我又 我又 怎麼說 她又很照顧 我 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又不知道我怎麼 才正 令到她沒有 沒有 沒有再這樣來對我 沒有這樣來對我 沒有這樣來對我 沒有這樣來對你啊 是呀 辭職走 沒有啊 蛤 不懂得走啊 嗯 其實 我也有想過 過開年 過開年 看看再打算怎樣 因為你在那裏做了一個月左右 是嗎 其實都有 哦 不是啊 你說兩個月有三 不是不是 其實 我在那裏做 已經有七八個月左右了 嗯 前後 嗯 已經有七八個月左右了 就是 因為 我又覺得她有我上司 我始終不可以 太過 怎麼說 哦 等一下 太過 OK 你先回答我 你對她的感覺是怎樣 我是對她有好感的 老實說 因為她 因為我 這個行業我沒有做過 但她又 很照顧這樣 嗯 就算犯錯 她也是 接受這樣 就是我們 做工的時候 是很認真的 做工是 做工的 做員工這樣 就會 會 聊一下這樣 這樣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 在那個地方 所以 嗯 那問題是 我對這份工 我是OK 問題是 我不想 因為如果我得罪她 我又不知道會 怎麼說 如果我的態度又很差 等一下她又說 嗯 我的態度差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會不會 但是我又覺得 這麼久 是不是 就算 我 不是對她態度差 其實我都沒有叫你對她態度差 不是態度差 就是 怎麼說 不要這麼 close 是不是 是 總之是同時上司 保持基本上司下屬 OK了 當然 當然 你就是需要笑 不是 就是 跟你說早 那你當然是早 跟她說早 你擺在臉上 不理她 又不對 你只會做分 我就是沒有做到這裏 我不敢做到這裏 因為她又是我上司 她又是我上司 所以我也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喏 你就好像普通人那樣對她 你問我的話 OK 但是最好你就辭職了 直接什麼 辭職 走 離開 嗯 嗯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 我已經 嗯 已經什麼 你講 因為我 我 都不知想 怎麼講 都不知要怎樣 因為 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我想參考你的意見 講了 辭職 嗯 辭職 走 離開那裏 嗯 如果不是 你會陷入一個 一段很痛苦的日子 如果你已經開始痛苦了 我跟你講 已經開始了 你再不離開的話 你更痛苦的日子 即將來 那種愛恨交叉 那種 不能自拔 真是喜歡了它 但是又不能夠光明症 跟著它又 太太又覺得自己很衰 好像狐狸精 跟著 又愛它 又不知怎樣 愛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但是天天要對著它 叫你辭職的時候 更加不捨得辭職 因為又喜歡了它 你現在已經開始了 因 我為什麼叫你走 是因為 你的自制能力 不高 你的自控能力 不高 還有你是一個很感情容使的人 因為 我有反覆這樣問自己 到底有喜歡過它嗎 有 但是我覺得我是 好感很多 因為它真的很照顧 因為 我都說我一個人在那個州 我跟你說它很厲害 它到最後一定會令到你落塔 你天天總之對著它 它天天不斷對你這麼好的話 總有一天你是忍不住 你會忍不住 因為已經 你告訴我 如果你繼續在那個州 這樣做工 做多一年 OK 你天天是 普通對它 但是它天天都對你這麼好 然後單獨的時候 你對你 我喜歡你的其實 它又很溫柔 然後又對你很好 又買東西給你吃 又擺杯茶在你的桌 又做了所有很欣勤的事 一年後 你覺得一年後 十二個月 你忍得住 我是打算 你先回答我 你先回答我 你覺得你忍得住 我基本上已經是這樣做錯 你呀 我講你呀 我知道它一直都會做 你呀 會不會到最後 被你哄到喜歡它 應該不會 肯定 肯定 不會 那你繼續做 這樣就沒事了 因為我 我其實是 打選單位 就 繼續做 無論去講什麼 我都是 是這樣 這樣就 不當一回事 這樣 會好一點 沒有呢 什麼叫做好一點 這是原本你應該要做的事 你根本就 不單止不當是一回事 當你說喜歡的時候 你應該很嚴重的警告它 說 我和你 不可能的 請你尊重我 請你尊重我 不要再和我講 那些這麼肉麻的說話 或者和我講 那些 喜歡我的說話 我就和他講過 那是屬於性騷擾的一種 我 我有和他講過 他又好像 我沒一回事 不是 現在你想我怎樣 你現在要講什麼 你想講的就是 我和你想辦法 怎樣控制他 不是 改變他 不是 我現在和你講的就是 他是不會改變 他會繼續做 他會繼續去做 他要做的事 就是對你好 關鍵點就是 你是不是確定 你不會愛上他 我不會 當然 但你就是說 你已經開始對他有好感 我對他有好感 是因為 他對我很好 因為他很照顧我 但是 對 都是辭職比較好一點 你剛才說 我 我擔心你會 我擔心你會有一天忍不住 嗯 嗯 但是你剛才答了我 你肯定不會 那就行了 不會 那你不會 你對你有上心 就OK 現在在工作方面 就是 就剛才你說的 就是有辭職而已 有辭職 那你完全是沒有感覺 他講的那些說話 我喜歡你 好像一隻烏鷹 在你的耳邊飛過 用手搖一搖一搖 沒有了 很干擾的聲音 撥走他就沒事了 你的心很頂 沒事 那就沒事了 你確定你的心頂就可以了 但是他做些什麼 你的心頂都不影響你 那就沒事了 我覺得這樣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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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跟你老闆說 我這個上司不斷地 叫做有些性 是騷擾來的 你知道嗎 嗯 是屬於性騷擾的一種 嗯 是的 如果你真的一次過要 刀絕他的話 直接跟他上司說 甚至撥個電話跟他老婆說 哦 每次他這樣說 我都說 我跟你老婆說 就好像 看死我不敢說 是啊 我也看死你不敢說 我當然不敢 你也不敢說 你也不敢說 是看死你不敢說 怎麼跟他老婆說 他們 就好像 這麼好 這麼好 那樣 我說他老婆都不相信 不要說 我跟他老婆 我都不相信 他竟然會做到這樣 很簡單的 下次你知道某個時間 只有你跟他相處的時候 開著個電話的錄音就可以了 或者放在一邊錄影就可以了 錄影可能是很明顯的 如果你擺到你害怕 那你就 首題有一個錄音的嘛 他走過來的時候 就按了錄音 聽他說什麼 錄下了之後 跟著就告訴你 我錄了你這段說話 如果你想 你想平平安安的話 請你從今天開始 即是你不想我發給任何人的話 包括你太太 請你從今天開始 那樣東西 缺絕一點 要做到這樣 不一樣啦 如果你再這樣問我的話 我就再給你的答案辭職 因為你連這樣 你都覺得很煩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煩 天天要應付這個人很辛苦 那為什麼你還要留在那裡呢 再不是你很喜歡這份工 很愛這份工 那你要想辦法 令到你的上司消失的了 離開這間公司 不是消失 是離開這間公司的了 那你要收集證據 你說你說都沒有人相信嘛 嗯 那你就真的要把它錄下來 那你就真的要把它錄下來 嗯 對嗎 我也 嗯 嗯 我也有想到 嗯 我也有 不愛煩的話 好像天天天在那裡 不知道怎麼阻止 遊避 又要做那些間諜工作 錄音 那你就離開那一處了 嗯 我不斷地叫你離開是因為 嗯 那個事業對你是不是很重要啊 那份工作 的前途 那前途是不是很大啊 都是一份工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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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一份工作啦 阿姐 那又不是很 你是不是 在那處 你會看得到 你會加身升職 每年跳幾級 會加很多 前途無可限量 在那裡 那又沒有這麼 沒有 那你為了不需要那麼煩 不需要陷入那個狀況的話 那你就走了 嗯 我最擔心的是 你有一天突然間 真的 嗯 動情而已 嗯 動情 嗯 你現在告訴我 不會吧 嗯 不會 那這樣怎麼動情啊 不過是感激他 他有的 老實說 嗯 這個真的 我真的很感謝他 這麼 這麼 怎麼說 作為一個上司 真的很照顧 真的 做工的時候 我們是很認真的 做工的時候 嗯 嗯 嗯 好 好 可以 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 拜拜 有心事要跟我陳鋒聊 那就約定你每個星期五 准時call in給我吧 大乘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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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熱線03-077-103-988 03-071-039-88 究竟你在路上的交通的状况如何 你在哪里 或者看到很多朋友留言 就说 很塞车 有些是北上 去到多少个钟左右 喂 听下下位朋友的电话 怎么称呼你 喂 不打算说 干嘛撥电话来 喂 908大乘心事 请问你是哪位 玲玲 我根本清个色女士 OK 怎么样 其实是很矛盾 就是和三十不合 怎么 和三十不合 暂时不合 嗯 这是我的暂时 你的 这是我的兄弟 上司是吗 嗯 关于公司是吗 对对对 嗯 就 每次就 这样一点点小事 就要针对我这样子 嗯 然后把一个小事放大来 针对我 嗯 可是我又很喜欢这份工作 因为老板很好 嗯 然后 就很矛盾哦 每次的心情都是很不好 嗯 本来很开心去做工的 可是哦 一定会遇到我一些 好像跟他有冲突的那种事情啊 嗯 然后就会把那种心情全部都搞到不好 嗯 而且哦 还是还还会哦 霸凌人家的 霸凌啊 那那那是不是不止你一个是其他同事全部也是怕他 对 因为他是蛮厉害的 呃 嗯 一个人来的啦 就是他可以反来反去这样子讲 讲话啦 嗯 连我的人又很直 可能我 就我之前有得罪他 因为我 我讲话很直 我就 如果我有什么 我 我不满意 我就会讲 然后我会给出我的意见 嗯 所以就 现在我的 我我就 就因为我在过年了 我要我就 就放假嘛 可是我就 感觉好像很 很恐惧那个开工 你的人那么直 代表你 勇气可加吗 对 胆量很好吗 那你怕什么 我就怕 我的工作不能 上任 然后 那你讲话又那么直 你 很直 代表你很 你的胆量很够吗 对啦 我的胆量是很够的 那怕什么 就不懂 就 有那个恐惧 就莫名其妙 我自己也是觉得 一半也矛盾 然后 一半也是很恐惧 我就觉得 就会跟自己讲 可能是要缴一点学费 这样子 因为我也是去要学东西的嘛 就 你在那边做了多久 三年 这个上司 在那边做了多久 十多年 OK 那你 那你学到什么 学到啊 学到 就是 学到什么 就是学到很多东西 做人处事呢 做人处事啊 就是 要懂得做人哦 嗯 要懂得做人 不代表不能讲真话 可是哦 其实很矛盾的 你 你太 你人 你讲话很实 你有什么 你就讲 可是 人家又不能 就你讲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 那个 那个东西 会得罪人 可是 已经就是得罪人了 过后你就想 讲个例子来听一下 看是他小气还是你讲话的技巧不好 讲一个例子来听一下 看你怎么讲话 例如 讲话技巧不好 例如 什么事情 例如 是什么事情 嗯 举一个例子来听听看 举一个例子啊 嗯 历史 讲不起来 嗯 所以改天你就要留意你自己讲话方 讲话的方式哦 有时候你 所谓你 但是你也知道你自己讲错是吗 就当下我就没有 没有察觉 可是过后我就才察觉 就是那个 很迟钝 那你有没有去道歉 嗯 没有 没有哦 有 我有说不好意思啊 你有跟他道歉啊 有 但是你讲那番话 那你讲那番话的时候 很迟的时候 是不是还 在很多人的面前讲的 我讲话很迟 就是我的东西 我不会我跑去问他 嗯 可是他又帮我一次抖 一直抖 抖 抖到我自己也不会 就是变成我问你 我问你 我不会的东西 可是你又把问题 丢回给我 然后又讲我 问都不懂自己在问什么 嗯 意思是说你没有先思考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 就直接去问他是吧 可是我就是不会啊 然后我才会跑去问你啊 嗯 那你下次问的时候 你下次问的时候 可能要多一点技巧咯 我就是没有这个技巧 嗯 那学啊 加加上涂产给他的 我讲话真的很迟 如果有什么请你指点 把你真心话写出来 也不是说 呃 写一些 呃 富吟 富吟的去吧 就真的 真的跟他真心的说 哦 我要跟你学习 这样子 嗯 OK的啊 平时你多一点笑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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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不要觉得 你心里面一直不要觉得 他针对你 嗯 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觉得没有 他其实在教导我 因为人是这样子的 你一直觉得他针对你的时候 他 他就会一直针对你 然后有些人 我心想事成啊 真的 因为你心想这个时候 你不经意的 很很轻微的一些行为 语气 眼神 就告诉你 你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加上你是一个那么直的人 你不会演戏 很直接的表达了你的情绪 他就觉得 你认为我针对你啦 觉得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啦 因为你的身体语言啊 谈话各样方面 你都会表现出来 因为你心里面想着 你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所以第一 你要慢慢催眠自己 告诉自己 其实他没有针对你 他OK的 然后你自己又改变心态 然后给他多一点的笑容 其实是正常的嘛 你想一想 有一天你做了上司 你做了经理 甚至做了老板 你想你下面的人怎么对你 这样子咯 对哦 可是 还是很矛盾 还是矛盾 我觉得有两个方法 一就是跟老板聊一聊 调部门 因为他做了十多年 老板也不会对他怎么样子 没有部门好调啦 那就调公司了 问老板 老板你还有别的公司吗 我很喜欢你 但是不喜欢这个上司 没有的话 就真的是找别的工 因为你每天那么大压力 每天那么不高兴 然后你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 很难 对 但是你问我 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 只是看我要不要做 你心里面不要一直看着他 觉得他不好 很凶 很针对 你要尝试看到你上司 其实也有友善的一面 有 他也是很好的人 只是因为我得罪他 他其实他对一个人好的 你一直想着他 你一直想着你得罪他 得罪他 其实 我没有太认为是 没有太认识 你一直把他挂在嘴边 你不要再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了 这个上司是男还是女的 女的 你一直觉得他 你得罪他 你得罪他 所以他今天这样子对我 有时候 你时常讲这句话 讲得多的时候 你就算做错了 他惩罚你 还是讲你的时候 你也认为 就这样子讲我 做错一点点东西 都是上次我得罪他 你就不断用了这个来做借口 为你自己做借口 对你不好 你知道吗 然后你跟谁聊天都好 同事聊天都好 他讲我什么什么 不是上次我得罪他 他才一直记仇记到今天 变成你的借口了 你知道吗 对的 其实可能不是 我也认为不是 因为所谓的得罪也没有这样 那么久 几年一直这样子针对你 他哪里那么得空 其实那边的氛围是这样子的 一定是有一个人 所以会被拿来出气的 因为在我还没有来之前 前面就有几个也是送不了 就走 然后那时候我就醒了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上次来的 可是后来我就 慢慢发现 发现什么 就是这样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 是他们的那个 推气的 你真的要尝试改变 这个是你的挑战 对 改变不了的话 最后的选择才离开 起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我有努力 我有尝试 因为你改变你自己的同时 到最后 他会被你影响而改变 想法 这些错误 那么负面的想法要改 哎呀 是我得罪他 哎呀 一定他哪人来出气 可是我每天都很多正能量 去收工的 继续啊 正能量要啊 然后你要想的 然后你要改变你的观念 想 嗯 我这个正能量 我一定有一天可以打动他 我一定有一天会感动到他 让他也 让他也软下来 不用那么硬 那么凶 你自己多点笑容 久而久之你就会影响他 我每天都傻笑了 傻笑跟对他笑有不同 傻笑 笑什么呀笑 没有啦啦 都有笑没有 友善 友善 友善又时常说 谈什么都带着一个微笑 嗯 加油咯 嗯 是这样子的咯 有时候 就觉得好像戴着面具 哦 这个真的要发自内心 带着面具 我也认为不好 对啊 嗯 可是你就是 有那些 意见想要发表 可是 你又知道不可以的话 你就要忍住 忍住 忍住 看你怎么发表你的意见 哦 我又不认为 就是要有几条哦 是吗 哎 你要 你要 你的 你的意见 一讲出来 是不是直接觉得 那个上市做的不好 做错 不是 啊 你 呃 呃 比如讲老板啊 你这样子 这个哦 我有点意见啊 如果这样子做 就会会好啦 你那个想法 可能出来的效果不好啦 他当然不考虑 没有啦 我又没有这样厉害 去去给这种意见 怎样 叫人家怎样做啦 有些 有些意见 你有时候说 哈 我突然想到这个 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呃 你你觉得 行不行呢 问回他 对 哦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又这样子 多多多多多多多 然后就 不懂行不行的 我 那其实他 都都都都的意思是说 他连他自己也不懂 对啊 所以他不懂的话 他就 就没有答案哦 如果他不懂 他不做决定 也不能用啊 对啊 可是我 我要那个答案 然后我才可以 进行我的工作啊 可是到最后 也没一个结果 也没一个答案 那你就 你就 你就敢敢 自己做决定 对 我做了过后 他又决定了 嗯 什么 他做 我做了过后 他又有决定了 到错的时候 他又有决定了 其实你有决定的时候哦 你就直接跟他说 哦 这样子 我就决定这样子做 希望你批准 要他批准而已吗 他没有 他不会 他不会 不会 这样讲啊 他就 他就会 把那个问题 推回给你就 就对了 跟 而且呢 这些东西有时候 除了面谈之外 用email 那他回复你的时候 起码还有black and white 证明你自己 OK OK 而且真的不能的话 如果你认为 他真的不是一个 好的上司的话 做不到东西 我也不懂啦 为什么 如果他真的 做不到东西的话 不是他做不到东西 你讲到 他好像没有能力哦 永远都不决定 把东西丢回给你 这样子 我要怎么 就是 他是有能力的 只是看他 要不要 教你这样子的 如果还要教你哦 你是可以学很多东西的 OK啦 加油啦 看看你怎么在身上挖宝啊 对啊 好 谢谢你啊 OK 拜拜 其实说完之后 我都不知道帮了什么 到最后 有心事要跟我陈锋聊 那就约定你每个星期五 买准时call in给我啦 大乘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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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八大乘心事 来到时隔11点30分 还剩下30分钟 请问你是谁啊 陈锋啊 晚上好啊 你好 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啊 怎么称呼你 我是早十几年前打我给你 到现在刚才打到给你 十几年前 我应该不记得你了 不记得了啦 十几年前你说什么的 打你 为了我的家庭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当时 我太太 怎么离开我 跟着 那时候 弟弟都 还小了 十几岁 我太太 不知道 听那些 那些隔离人社 那些 妇女 说三 说四 原来 你要求 跟我离开 啊 啊 hello 跟着 他自己 这样就自己一个啊 他离开之后 啊 是离开了 那边 我自己 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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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的 弟弟哥啦 我弟弟哥 原本是有联络的 哦 他带了弟弟哥走啊 你没带走 弟弟哥 自己 这一间 那一间 他们自己租一间屋 啊 他离开你那时候 弟弟哥好大了 啊 十几岁啦 什么都 十几岁自己租一间屋住 嗯 不跟你住 嗯 他们 不知道啦 有听 有跟我 因为我的子女 他们一起 孤母 我就不清楚啦 啊 是 是要求 他帮我离婚的 嗯 嗯 我就 原本呢 我 一路来 我就很 很顾家庭的人来的 然后呢 他自己 自己 认为 我对他不好啦 因为我是做 啊 出埠做工的 我开车的 有出埠的 没有 就是本地开的 本地 有啦 有啦 有时候 有违法法 都是要出的嘛 嗯嗯嗯嗯 嗯 接着我 那时候我跟你说什么 啊 啊 那时候我跟你说什么 啊 那时候啊 我都很好奇 那时候 讲讲讲讲 讲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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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分钟 那个电话 那时候 嗯嗯 接着我打回来 打不到了嘛 你的电话才怎么办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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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怎么样啊 哎 现在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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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奇的就是 当年 你根本没有做错 嗯 是吧 是啦 確定没有做错 如果我是没有 我是没有 如果我是没有 顾家的人啊 我抖起来 都养到他们 这么大吗 跟着你太太 就听那些隔离轮舍 讲你有东西 啊 啊 讲你什么呀 嗯 讲我在外出啦 你行德士 一个礼拜都 回不了家 两三天 啊 啊 会在外出 有没有 收外出 收外出 收外人 嗯嗯嗯 是 是 就是这样 人员可畏嘛 啊 嗯 嗯 嗯 那他们没有什么联络你 其实大家看 有个电话号码 可以call到的 是吧 我有call call到 我的 现在只有 个大仔可以call得到的 但是call有时 都不听我的电话 嘛 哈哈 哈哈 他又是 认为我 什么是我的错 嘛 我的儿子 他说你什么错 我也不清楚啦 就是 你有气的想法 就是 想到我这个 做父亲的 好像 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 那样去想着我 嗯嗯嗯 是 我那个小子 不过慘了 不联络 都没有联络不到 哈哈 又很奇怪啊 当年 你说随便一些隔壁论 三姑老婆说两句 他就跟你离婚 有没有那么轻易啊 是啊 真的 那是否真的被人看到你误会了 或者真的有做错的事啊 没有啊 我真的 我可以对 我可以对天发誓 哈哈 我真的啊 根本上 我都没有在外出 有外遇 那你跟他说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在外面没有外遇 你的太太都不信 你的子女都不信啊 啊 他们都不信我啊 有什么便 啊 我说什么 他们都不 都不 都 都好像 听不入意 那样啊 啊 嗯 那我想 那个 那个不是正式的原因啊 那个只是一个 我大抵 我大抵 要求他离开我 嗯 你叫我去律师楼 称名 我没气嘛 我跟他说嘛 你如果是 你的心 如果没有我 我 没有我的存在了 我留你 都是没用嘛 你去走 你就走啦 我说 你去 你去电话 你的喜欢啦 但是 我去签 离婚证先 我是没有签给你的 那你现在 你的太太是怎样啊 她 我不清楚 我现在 一路离开她的 她的情形 我没有去 我又没有去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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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那些 我都 一概都没有 没有理系 嗯 嗯 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 你现在 几岁了 我 今年刚刚好 58了 嗯 嗯 我太太离开我的时候 都40岁了 嗯 嗯 是 我好奇的就是 这些子女 当时十几岁 自己十几岁租房住啊 啊 我的 我的弟子 已经出来 做工了 去读到 初中三 就停了学 嗯 又是没什么 受到教育 那时候 因为我 环境 环境不是很好 那种 那种 我 我 我认为 那个 所谓的 鱼是 只是 烂着火 就是 爆发点 其实之前 已经很多磨擦 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了 可能 我想你的老婆 应该是 觉得 你时时说走就走 駕车 不知駕到哪里 几天都不回来 所有东西 只是订下 只剩下我去面对 这个可能是他 比较不满的东西 就是 可能家里不够钱 你又 你又两天都不回来 那 又由他一个人 顶好 照顾弟弟哥 那些 可能他是 埋怨那些东西 比较多 嗯 我 我 我也是有认为这样 不过 有时候这些东西 不是说 说我们 不负责嘛 是 找不到你嘛 嗯 你知道的啦 走的士的 收入不是 你现在还在駕駛的士啊 是啊 唷 现在的的士还难做 是啊 很难做 我是在国际基层的 嗯 嗯 我以前早前呢 我是搭 那些 叩台的士的 嗯 嗯 跟着呢 我朋友 就介绍我 入这个 国际基场 好些咯 是吧 那时候 最初的时候 可以的嘛 駕駛一下 不知道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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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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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这几年 过年来自己一个 自己一个过啊 是啊 自己一个一个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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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面前 又联络到我的 我的 saute情况 嗯 IDE 他们有来 我路由他们 我之前说 大 commen 在忆水餐馆 就好像 嗯 飞一下 嗯 对 峇下 嗯 他们是有来 接下来 如果联络了 联络不住了 还有第二 在第二 年就联络了 已经差不多三年了 嗯 嗯 嗯 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好 整個人 怎麼說 冒小了 心機 冒了方向 感覺上不知道 在世界上做什麼 有時候想到 也是 走 走走走 心裡 你還有沒有兄弟姊妹 親戚 有 我的兄弟 各有各 自己的家 是 我們 我有成 五兄弟 嗯 我有五兄弟一個 有一個阿爹一個妹 有跟他們聯絡的嗎 有 有聯絡的 有聯絡 嗯 他們都沒有幫一下你手 看看聯絡他們 問過清楚 為什麼 恨你什麼 生你什麼 生你什麼 我覺得這個 這個迷要解開 就是 你聯絡你的兒子 那時候 你有沒有跟他 聊過 究竟當初 為什麼你這麼生 我要走開 他們有沒有聊過 沒有的 我的兒子 完全都沒有幫我 聊這些 你 你要求聊 是呀 我是有要求 跟他聊 但是 好像 總之 是很滿意我 那一隻 總之 我想說什麼 都好 你都是 聽不入意 那時候 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幫我說話 好 生疏 好 陌生了 加上 以前真的不知道 是你太太 還是誰說了一些說話 影響了他對你的看法 是啊 嗯 但是我會 我會建議你 我會建議你 怎樣都嘗試找機會 去和你兒子 大家真的再多一次見下面 譬如找你的兄弟幫忙安排也好 怎樣都好 好 大家三口六明講清楚 有什麼誤會 還是你有錯 好 你有錯你就道歉 起碼 不會說 那一輩子都 不管 好 我覺得 想不通 不明白 你給我 我都不明白 我認為的事件 不是那麼簡單 中間肯定有一個很大的事件 或者誤會 或者他看到 你不為意 你覺得沒事 在他們眼中看了之後 另外一個誤會 加深了 一路就不說 嗯 這樣 或者你平時回來以前去年小小 你有沒有跟你的太太 時侯在家裡吵架 那我就吵架當然有 因為 做得很厲害 這樣 嗯 就是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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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小小的時候 是 是的 我就 比較少 回家裡 管理一下 那些斗記 全部 什麼都是我太太一個人 承擔 那樣的意思 其實我 我 因為我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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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女兒來 維持 那個家 對嗎 唉 不是 你 你開的士 怎麼會開到幾天都不回家 不是開 當地的嗎 你是開出埠的嗎 喂 有時候我在機場排隊啊 有時候 一輪車排成五六個鐘啊 四五個鐘 又沒有電動 嗯 因為 那時候我是在萬樓那裏 買一間屋的 以前 我剛剛 入這個局勢機場的時候 我又買一間屋 在萬樓 接著 我們又搬到萬樓那裏 那時候 就很遠了 好 所以 我 我回 那個水路 就很遠了 沒有日日回 那你不回 你在哪裏住啊 我 在 在車裡 在車裡睡啊 可能他們不信 你在車裡睡啊 啊 他們 又可能來了啊 他們想到我在 做什麼 沒有什麼 可以送回家啊 實際上我是真真是沒有 沒有 沒有在外出做什麼 嗯 啊 所以這樣的工作方法都不行 是的 回家的工作方法都不行 因為我 因為我從小都沒有什麼 沒有受到教育 沒有讀到書的人 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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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 除了放工 你做工 放了工之後 你做什麼啊 我啊 我現在 差不多可以說 有日沒夜的工 來的 就是在車裡 啊 一走了 現在 我 我是這樣 我那個 汽車呢 就到期了 公司就 收回 因為沒有出新車 沒有出過 那個汽車 我就 逼了 不得已 就要拿 拿個小車來走 不是 不要緊要 那些 我的意思是說 你除了做工之外 你還做什麼 平時 平時啊 嗯 沒有做什麼 就 總之 走到 累了 就休息 啊 休息了 然後 啊 又是在車休息啊 嗯 沒有回家的 沒有啊 都 變成了 無家可歸 你 我那個 萬流那間口 已經 被銀行 銀行 收回 無家可歸 那你 沒有一個家的 現在 沒有啊 蛤 你天天真的 睡車啊 嗯 有時候 一兩天都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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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喲 我真的不敢相信 這樣可以的 是啊 哈哈 沖涼啊 什麼 那怎麼搞啊 沖涼啊 多數都是 有時候去那些 休息站那裡 啊 你賺的錢 租不到房間嗎 不是不租房 租房啊 我 找到那些 不適合啊 因為你的地點 不對啊 嘩 你不是啊 沒有間屋 這個我真是第一次聽喔 那你就是天天睡 唉 你這樣的生活方式不行的 你可能真的性格上整定 你 奇怪的 你真的跟車和車和車有緣 你從以前開始可能就是這樣 現在還 還變成車 就是你的家 嘖 嗯 是呀 我真的很好奇 你說去什麼 洗澡 然後洗衣服那些東西呢 洗衣服那些 我交到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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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服那些 嘩 我真是 不敢相信 你真是 是你一個這樣 還是你的同行 都有很多人是這樣 唉 很多 馬來西亞人都很多 這樣 沒有屋的 就這樣在車的 啊 真的啊 有些都 和 家裡都沒有了什麼 嗯 我真的第一次聽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十年了 啊 陳鋒 我在車裡 有時候 租一下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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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的 酒店仔啊 啊 那你每個月 找到多少啊 找啊 哎 就是 有時候 現在 現在 現在行程 這樣 這樣啊 駕駛在 局際機場 因為我們是 車都吃死了 沒有 車都太貴 啊 我駕駛 啊 一天啊 要餵起來的車都 差不多 可以扣了 那些特費 這樣啊 都是百六元 一天 嗯 又不是辦法 為什麼 一天 正說 現在這樣的生意 又有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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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想不到 有什麼辦法 可以轉變 是吧 沒有辦法 現在 年紀都這麼大了 那 還想要轉紅 做什麼呢 唉 我都說了 文又不行 武又不行了 現在 嗯 嗯 所以我就說一句 就是這樣 原因啊 陳鋒 林老過不了世 我都說了 嗯 我 其實你 因為你 你這樣的生活 模式呢 是沒有任何 空間 時間 去 思考下一步 究竟要怎麼做 你都不知道要怎麼做 你看 你好像沒有娛樂 沒有看電視 什麼都沒有 嗯 因為你沒有 你睡在車上 睡在車上 但是 我認為 應該要慢慢轉變 但是這個轉變 是你自己個人做不到 因為你 你困在你這個生活模式裡面 習慣了 你跳不出來 你不知道怎麼跳 你沒有其他辦法 嗯 所以你其實真的要找一些 找一些人來聊一下 怎樣轉換你的生活 我覺得 你需要找一個 感覺上 你的性格 感覺上 不知為什麼 你可能就是那種整定的 你的生活是沒有根 落不到腳 摘不到根 但是你落不到腳 摘不到根的話 你這個生活這麼飄渺的生活 是不行的 我真的有想過 這是假設 但是你的年紀的確是 譬如說一些普通的年輕人 哦 落到來 不知道找些什麼 找到一份廚房工 切下菜 洗下碗 洗下什麼 包你三餐吃 給他會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酒樓會 包你一個 房間 給你住 這樣 哦 那個生活都不同 相比較 你不行啊 因為有一天到最後 因為這輛車都不是你的 是嗎 現在我 現在我拿這輛車 就要做到2021年 做完 這輛車 是 貴我 不過呢 都未必 好像你說 我剛才你說 未必 都會得到 這個公司 現在這個 國際機場 這個的士的公司 是 OK 無論怎樣都好 我建議你有機會 找多些人聊聊天 喝茶聊聊天 就算到2021年 那輛車是你的也好 車是會壞的 他到最後都不能夠長久成為你一個家 是嗎 都不行啊 嗯 你 你 就是我問你 存不存到錢 你有沒有存到錢 錢 沒有啊 錢就沒有存到 是 嗯 所以你說自己買一間屋 都沒有 沒有這樣可能 嗯 喂喂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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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你 你過年過節 起碼這個過年 找一下你的兄弟姊妹 去 上去家裡吃一頓飯 一起跟他們 都可以吧 是嗎 那我 那我 那 這個隨席你會去哪裏 這個隨席 有可能去我妹妹那裏 嗯 嗯 我覺得 你應該是找你的兄弟姊妹 聊一聊 你 你 我建議你要改變 那 第一 我建議你要改變 改變呢 就要有其他朋友 給你建議 還有方法 要不然你 你做不到的 你一直困在那裏 你 改變不到 你都沒有那個勇氣 提出來去改變 但是我基本上 覺得你應該要落地 就是 摘了 摘了那個根 那我不知道 你兄弟姊妹 如果你人 去到這個年紀 你盡量 好相處 好簡單的 那我不知道 你這麽多個兄弟姊妹裏面 有誰 可能 間間房仔給你 收留你 跟著你可以轉換的工作 跟著慢慢 第二步下去 我覺得 因為你 孤身寡佬一個 你需要精神寄託 你應該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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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 我是佛教的 那你平時在車 你怎麽拜佛 怎麽學 這麽 我有練 這個佛經 那你有沒有時常去 那一間佛堂 我有 以前 到幾年前 我有去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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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ok 去拜一拜 但是 可能你要去找佛堂 可能你要去找佛堂 的了 因為 那處有些師父 就是和尚 師父 和他們聊聊天 你和一些 正式的 師父 即是出家的 那些 佛堂 譬如說 我們 加蘭波 甲洞 那些 慈芝 佛江山 等等 你去那處 了解 你需要 有一個 精神寄託 你需要 聽他們聊天 給你一個方向 究竟你接下來的人生 要怎麽行 好嗎 兩件事 第一 和你的兄弟姐妹 談一談 你的生活 怎麽可以改變 甚至是職業慢慢改變 第二 你既然有某一個 宗教信仰 跟著去 不過 除了拜拜之外 我會認為 你需要學佛 即是你是那個宗教 你繼續去 是找他們 聽一下一些 佛的道理 有些師傅 跟著 給你知道 我人生究竟 現在沒有了 子女 沒有了什麽 自己一個人 不代表你寂寞 不代表你沒有了方向 你做人 依然可以很有意義 和有方向 還有你還是很有用的 但是有人會告訴你 怎樣做 你需要去尋找這件事 兩件事 記得這兩件事 好嗎 好的 你加油 好的 謝謝陳鋒 好的 好的 有心事要跟我陳鋒聊 那就約定你每個星期五 一準時Call in 給我